HELLO 大家好 我是航母 好的來玩這塊我要坐飛機 OKOK 聲音的話打開一下 我調整一下 好 一半就好 今天是9月2號 我還在禮拜天啊 半夜時間 但現在應該是禮拜一了 喔 飛往廣州 廣州耶 好 這個 可愛的立繪 但是有點AI瘋是不是啊 點擊這裡一下 5點 凌晨5點 有一些 連假航空都是飛半夜的 像我姐他們有時候會去訂連假航空 去日本玩 你可能就 半夜2-3點飛嘛 飛到日本剛好早上 剛好早上 剛好可以玩 連假航空就比較便宜啊 然後可能服務比較 譬如說可能沒有飛機餐啊那一種的 好 這個是飛航題材 飛機場題材的那個 經營點擊線照吧 登機01 好 再增加一個航線 再小聲一點喔 好吵喔 怎麼才6人啦 會倒閉啊 總客宿6人 直接倒閉 增加了航班 然後勒 這個有時候那個 坐飛機都比坐的那個 高鐵還便宜 我是說中國 我看過那樣的訊息 就是有一些旅遊的一些YouTube啊 他是中國的啦 他可能要飛哪裡飛哪裡 然後發現 怎麼飛飛 飛機還比那個高鐵便宜 很正常啊 我心裡OS很正常 因為那個 他們飛機有那個民營的啊 有競爭力啊 那個他們的高鐵是國營的啊 國營的沒有競爭力啊 就跟我們的台鐵一樣啊 台鐵是 以前是國營的啊 現在已經私人化 要轉民營化 台鐵不轉就是倒而已啊 因為一直一直一直虧錢 建站不過高鐵啊 因為高鐵是 民營的啊 因為高鐵是 民營的啊 民營的你幹不好就把你FIRE了 好不好 啊那個 公家機構 公家機關 你就鐵飯完了 還有退休金的耶 所以那個要轉民營之前很多人都跑了 然後整天在那邊霧點 有人說那個 自強昊霧點大王 每天都霧點 台灣的啦 台灣的那個 自強昊 新聞都有報 然後 明明就還在虧損嘛 然後就加薪 就那個 高階的那種經理人啊 管理人直接加薪不知道 幾 幾 幾 十趴 然後那個基層都沒加薪 有夠慘的 就跟我們以前的公司一樣 請那個高階 高階主管 高階經理人一來 先臭屁說他那個 什麼學歷 學經歷 然後就一個月給他十幾萬這樣 啊他就出一張嘴巴要管理 這邊可以加速一下 好 這邊可以再建造是不是 然後這邊有那個 香港的那個航線 這邊有 都有啦 都有 就是有中國的 有台灣的 有日本的 有韓國的 目前是 東亞 跟東南亞 亞加達 新加坡 吉隆坡 順便認識一下 順便認識一下每個地方的那個首都 首爾 福山 東京 大阪 京都 馬尼拉 亞加達 新加坡 吉隆坡 曼谷 河內 昆明 開設一下航線 就是 現在是廣州 香港 跟廈門都可以飛 然後加速的話要鑽石 你啊 真的很吵耶 我自己把我的音量關小聲一點好了 我自己耳機的音量啊 我錄已經很小聲啦 錄是 錄 錄七八成而已 好 獲取獎勵 其實就是 一直點嘛 看他任務要我們做什麼 成都喔 這邊還是 偏中國的啦 偏中國的 這遊戲可能就是 中國手遊 也不一定 不知道 看一下設定 因為我們手遊 這麼多國家 那應該 都有吃吧 日本 韓國也有 還有一些 泰國 印尼的吧 我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我連它是什麼文字都不知道 有時候那個 偶爾會有那種 國家 就是東南亞國家的人來留言 用他們的語言 那我當然是看不懂啊 就直接用那個 Google複製貼章去翻譯 Google翻譯 好 成都 四百 成都 成都在哪裡 四川是不是 啊 地理還老師的 地理要學好啊 好不好 蓋一下 隨便蓋一下 但是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等一下沒錢 喔 還有十秒鐘 這個 這個遊戲的那個介面 整個 整個立繪啊什麼就很 很棒工化這樣 很像棒工軟體的感覺 不太像玩遊戲 我不會講啊 就是那種感覺 不太美化啊 不太美觀 就硬邦邦的有沒有 硬邦邦的建築物這樣 就是那種 長條狀啊 方塊啊 不夠柔和啊 不夠柔和啊 這邊有那個 廣告板 建造一下 所以以前那個什麼國父喔 孫中山喔 就什麼 什麼什麼 以前那個三明主義的不是 什麼東西 什麼要設為私有化啊 怕什麼什麼出問題啊 其實現在來看根本就 不是那麼一回事 就什麼什麼 民生之大事啊 水廢啊 水啊 電啊什麼的 鐵路啊 都要國有啊 問題是你國有就會很多弊端啊 都仇用你知道嗎 那都是仇用啊 就是 對他們有幫助的一些 政治上 就把它丟到那邊變肥貓 那個那個那個 仇用之後那個人的title 就某某基金會董事長 某某什麼什麼董事長 全部都來 然後每個月可以領幾十萬 幾十萬幾十萬幾十萬 每個都領幾十萬 就被動收入有沒有 超好的啊 被動收入 躺躺的就可以賺錢 就可以收錢 我不知道幹嘛 我看一下好了這個是為香港 香港香港香港這個 我們要招聘一下是不是 普通招聘 怎麼做 教我啊 剛剛沒有教我一下 可能有啦我在講貨 我點了沒反應 我點了沒反應 我點這個下面這個錢啊 點上面沒反應 點上面是那個反應它的內容 緋春劍心喔 緋春秀刺 怎麼是一個日本的名字啊 類似日本的名字啊 好這邊有座椅可以調整 連假航空的座椅可能又比較爛一點 沒做過 有啦 有嗎 沒做過 因為我很少出國 就是我覺得 有一種那一種 什麼效應啊 那叫什麼效應 就是你怕什麼就會來什麼 我來看一下那是什麼效應 就是那個墨飛定律啦 就是那個墨飛定律啦 就是你越害怕什麼就會越發生什麼 墨飛定律 就是如果你去坐飛機 你怕飛機失事你就很害怕很恐慌 那可能就真的會發生 越害怕越會發生 其實好像一開始是一個什麼走鋼索的人喔 墨飛定律 是那個例子嗎 以前有看過那個例子 就原本有一個馬戲團表演 他就是走鋼索嘛 都不會失敗 然後可能有一天 有大人物要來看他表演 他就一直練習 然後越害怕 他失敗 然後最後就真的失敗 沒什麼音效耶 我快沒錢了 我快沒錢 欸他說要幹嘛 這個是獎勵啦 欸我剛不是招募了嗎 招募人員是不是 雇用成功了 其實那個飛機失事的那個 機率很低 就是自食率啊 跟一般那個交通 發生危險死亡率 只是說飛機失事之後他無可避免 就發生失事了 幾乎沒救了 有人去統計過啊 所以其實 呃 飛機是蠻安全的 今天我看那個有一個新聞是國泰喔 台灣那個國泰飛機要起飛的時候引擎爆炸起火 然後馬上請旗滑行 乘客都嚇死了 這個要增加航班耶 3000沒錢 反正他任務也沒叫我做 他說運力不足 喔運力不足 他要賺錢賺很慢啊 怎麼賺錢速度這麼慢 招募空姐 我現在就沒航班還要招募空姐 沒錢了這遊戲超缺錢 很快就沒錢了 他就有點那種 3D的那種力會但是不會動 不是3D就是畫的像3D的力會 沒錢了 這怎樣 報紙喔 亂點 航班數量沒有啊 代辦事實講 啊有了這裡 航班 但是才100而已 然後 他說什麼 航師要5級 航師 他過完航師在哪裡啊 這就是一開始沒認真玩啊 這邊有一個金湯號可以學習一下 機長 空姐 還有一個航班 這時候我們就要 不管他 先做簡單的 航師是我這個等級啦 是不是 航師 然後你要提升這個航師就是 數量要夠 旅客要夠 環境評分要夠 好我現在3級而已啊 所以我才說 什麼是航師啊 他自創名詞 好 我要記一點嗎 他有一個 他們已經按讚了是不是 乘客的評價 他不是亂來耶 就是確實是要經營這些航線 還可以探索 我給你一個紙骰子有一些 拿獎勵啊隨機的那種機率玩法 畢竟手遊嘛 不是要多開發一些 重複性的玩法 這也是一種啊 繞圈圈 投資一下 快就沒錢啦 好宣傳一下 好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 有點小複雜啦 你看這邊有什麼城市談判 航線開通 直飛航班 然後獲得收入 這樣一個循環 然後投資城市 旅客就會增加 然後我們就可以增加航班 然後又賺錢 然後航線可以配置升級 獲得好評 然後又賺錢 反正就是要賺錢 OKOKOK 就複雜度還不錯啊 複雜度還不錯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收入 爆表 這邊是 餐飲啊 這應該是看廣告吧 然後沒有信件 然後問號的話是剛剛那個教學 然後這邊是設定 有預言 有簽到是不是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